咱们今天来讲讲山东东营1227大案 2002年12月27号早上7点10分左右 山东省滨海公安局滨东分局时任副局长游正海 正在上班路上 正好路过东营市西一路胜利油田侧警公司中子元库附近 就在这时候啊 接到了报案 说在西一路东侧水沟里边发现了一具尸体 法医人员呢 立刻赶到了现场 经过法医细致勘察 发现死者上身啊 穿着深蓝色的衣服 衣兜呢 都被掏出来了 下身啊 穿着灰色的裤子 死者的脖子 后背 腰和四肢等部位 一共被捅了38刀 其中有一刀是从背部捅进了心脏 在死者身下呢 也发现了死者和死者爱人的身份证复印件 虽然已经被撕烂了 但是经过仔细辨认 并且经过死者家属核实 确定死者叫张忠华 男40岁 胜利油田 胜东社区 新兴物业公司 东兴物业站的副站长 民警们呢 在尸体的夜下还提取到了犯罪嫌疑人留下的黑色戎手套一只 在尸体往北150米的路边还发现了死者穿的那种面包服上的帽子 帽子呢 已经被刀子给捅穿了 在尸体往北1000米处的一个土堆旁边 发现了死者生前骑的自行车 在尸体以南150米处的西一路与北一路交叉口附近 发现了有两辆带着三台电机的三轮车 三轮车上呢 还有管线钱呢 扳手啊 白色的包装袋子呀 衣服啊 被子呀 各种各样的物品吧 并且还有血迹 这可是一起性质恶劣的凶杀案 于是呢 由市公安局和滨东分局 两级公安机关领导们组成的专案组 立刻就成立了迅速开展工作 当天晚上 专案组就召开了第一次案情分析会 在会上啊 根据尸体检验 现场勘察 还有现场走访的综合情况来分析判断 这是一起抢劫杀人案 有一个细节值得注意的是什么呢 死者呀 是被两种锐气捅伤之后 因为失血过多 休克死亡 也就是说 伤害死者的不止一把刀子 如果说啊 作案凶手是一个人的话 那么他不可能捅到中间 我再换把刀出来吧 所以 作案者应该是两个人 并且还推断出来 年龄应该是在20岁左右 有过犯罪前科 或者有过被处理的劣迹 应该被司法机关打击处理过 很可能也有连续作案的经历 因为从他们的这手法来看 那是心狠手辣 根据当天秘密侦查获取的线索 作案者的居住地应该不会太远 所以侦查重点应该放在东营区东兆村出租房范围之内 为此专案组决定兵分六路 展开深入细致的侦查和排查 由于现场啊 没有提供出来有价值的线索 再加上这一类拦路抢劫的案子啊 凶手呢 往往流动性很大 所以排查工作很艰难 很可能做个案子就换个地方了 刚才咱们不是提到了一辆三轮车吗 那么拉电机的那三轮车和本案有没有关系呢 民警呢 其实啊 把这三轮车就当做了一个重中之重 可是经过查证和案件没有任何的联系 这条线索彻底中断了 专案组后来就认为 既然推断犯罪嫌疑人 很可能有连续作案的历史 那么在无法正面突破的情况之下 可以采取迂回战术啊 什么叫迂回战术呢 就是用串案并案侦查的方法 从作案手段类似的案件里寻找线索 民警们呢 就走访了附近的东营市公安局 东营分局和滨海公安局的基地 滨南以及滨北等四个分局 调查访问出租房户 以及赞助户500多户 人员呢达到了3000多人 对作案手段类似的案件 来进行串并处理 从中寻找突破1227大案的线索 2003年1月12号上午 滨东分局刑警大队三中队的中队长韩正 在走访东营市公安局 东营分局的时候了解到 有一个出租三轮车的司机姓谷 这谷某某呢 从基地有一服装城附近 拉了两个乘客去东兆村南边的钢材市场时 被两名乘客持刀抢劫了手机一步 并且这谷师傅啊 还被捅成了重伤 公安领导听取情况汇报之后 决定立刻安排民警对这谷师傅进行走访调查 在走访之中啊 这谷师傅呢 就说了他是怎么被这两个歹徒伤害的 怎么被他们抢走的手机 以及两个歹徒作案之后乘坐出租车 逃往了东赵村方向 要说起来啊 这两个歹徒那是异常残忍 这谷师傅呢 也得亏命大 俩人呢 一共朝着谷师傅的后背 捅了十三刀 谷师傅这算是在死神手里边捞回一条命来啊 从谷师傅提供的情况来看 这起案件的作案手段 作案目的 作案动机 作案人数 以及受害人被伤害的部位 都与1227案件极其类似 其实啊 受害人远远不止谷师傅一个 根据警方掌握的情况 1月4号晚上 陕西省咸阳市前线 有一个无业人员 叫王永杰 他呢 跟两个人赌博的时候啊 赌输了 就把自己的手机给压上了 这俩人呢 就通知他第二天下午 到位于东营市东营区的油城宾馆取手机 王永杰来东营取手机的时候 被对方啊 用刀就给砍伤了 腿呢 也被砍绝了 滨海公安局110民警 接到报警之后 赶到油城宾馆的时候 王永杰 已经被送往胜利油田中心医院 进行治疗了 110民警呢 又赶到了油田中心医院 详细的了解情况 但是王永杰 却始终坚持不报案 好像是有什么难言之隐 情况十分的反常 经过调查 当时把王永杰送去医院的人 叫卢方志 根据这个可疑情况 再进行综合分析 专案组决定 对两起案件 并案侦查 对王永杰 卢方志 展开秘密调查 到了1月13号晚上 警方终于确定 1227案件的真正凶手 就是王永杰和卢方志 为了尽快掌握 王永杰 卢方志的行踪 专案组呢 就以王永杰 被砍伤 腿瘸为主要特征 展开了公开查控 当然 也有一些秘密的行动 1月14号晚上啊 专案组就通过秘密侦查 又得到消息了 说1月15号 王永杰和卢方志 会在东营市友谊广场出现 这天上午 位于友谊广场的梁友超市啊 要正式开业 广场上呢 有那种庆祝活动 一般情况之下 刚开业 不得有什么大促销吗 或者有什么歌舞演出啊 就聚集了很多人 差不多中午12点吧 腿瘸的王永杰 就先来到了广场 后来呢 他又打电话 把卢方志啊 给叫了过来 当他们两个来到附近的新华书店门前的时候 负责秘密监视的民警 见时机已经成熟了 那是呼拉超上去啊 果断的行动 把毫无防备的王永杰和卢方志 就给抓获了 当天下午 专案组派出民警 对王永杰 卢方志租住的西营村出租房进行搜查 果然搜查出了和案发现场提取的那只黑色手套 相配套的另一只手套 还搜出来了王永杰 卢方志抢劫的手机 手机电池 充电器 张忠华 及其爱人的身份证 以及其他被劫人员的身份证 还有张忠华的黑色皮包 难怪民警们 多次对东兆村出租房调查摸牌 都没发现王永杰和卢方志的踪迹呢 原来啊 1月4号 王永杰和卢方志就已经更换了房屋 从东兆村的出租屋就搬出来了 搬到了西营村 现在是人赃巨货 专案组呢 组成了两个强有力的审讯组 对王永杰 卢方志展开审讯公式 一开始啊 这王永杰跟卢方志 还有着侥幸心理呢 打算跟公安机关呢 在那扯皮耍赖 但在强有力的证据面前 王永杰和卢方志还是招架不住了 1月17号凌晨 王永杰其实岁数不大 只有19岁 初中文化 卢方志又叫卢建国 比王永杰的大点 21岁 小学文化 是东营市东营区牛庄镇人 这王永杰呢 在2002年7月份的时候 先后伙同别人 在山东省莱阳市 黎香园公园 抢劫作案5起 抢劫两部手机 1200多块钱的现金 随后呢 他带着这些财物 就来到了东营某酒店打工 就在这时候 与在东营区马郎村租房居住的 卢方志 可就纠结到一块了 就在这个月 也就是7月份的一天晚上 王永杰和卢方志 和另外一个人 经过预谋之后 又准备行动了 那么这回 他们又盯上谁了呢 他们又会做出 怎样罪恶的事情 上期节目咱们说了 2002年7月份的一天晚上 王永杰他们呢 又密谋好了 打算出去作案 这天呢 他们三个人呢 来到胜利油田体育公园之后 可是找来找去 也没找着合适的抢劫目标 三个人呢 就又去了东营区经济开发区 在开发区的港澳路上啊 就看见一个骑着摩托车的男的 这卢方志啊 可就上去了 把这摩托车就拦住了 骑摩托车这男的呢 以为对方真有什么事呢 王永杰这时候 把这个男的从摩托车上可就拽了下来 让他把手机给交出来 还没等他把手机拿出来呢 王永杰就从这个男的的腰上 把这手机给抢过来了 你拿了手机就得了呗 王永杰又逼着他交出钱来 这个男士呢 很不愿意 废话 那谁也不愿意 对吧 王永杰呀 挥起拳头 照着这个男士的脸 光光就是几拳 又踢了他几脚 在王永杰的暴力恐吓之下吧 这名男士啊 把身上所有的钱都交出来了 身上可是一共也就三十来块钱 摩托车 手机 现金 这就都抢到手了 得手之后呢 这摩托车就给了卢方志 卢方志就骑回了牛庄镇的家 一个星期之后 王永杰和卢方志 去东营市友谊市场 把这个手机卖了二百四十块钱 俩人一人一百二 这就算分赃了 这一回呢 没有带任何的作案工具 就顺利得手了 所以啊 这也极大的鼓舞了王永杰和卢方志 哎呀 咱哥俩行啊 是吧 你看 这这没动刀子 咱这不都成了吗 不过他们再一琢磨 这不带刀子不行啊 这回是赶上一老实的 下回赶上厉害的 怎么办呢 他们呢 很快就准备了弹簧刀 尖刀 砍刀 以及钢管等作案工具 隔三差五的就出去抢 2002年八月份的一天晚上十一点左右 王永杰和卢方志呢 一人骑着一辆自行车到东营市北二路南侧的人行路上去寻找抢劫目标 这回俩人带工具了 一人呢 带了一根半米多长的钢管 在胜利油田供水公司附近呢 正好发现一男一女坐在一个那种电线杆的水泥墩子上 在那你能我能谈着恋爱说着情话呢 这俩人也不顾及自己当大电灯炮子是吧 也不顾及自己打扰人家 轻轻我我 放下自行车就走过去了 王永杰呢 让卢方志对付那个女同志 他自己呢 对付那个男同志 这王永杰呀 左手伸出去 可就掐住了这个男士的脖子 右手呢 就抡起来钢管了 那个男的一看 别打我 你们想要什么呀 把那个男的呢 就逼到了东边15米处的墙根底下 逼着他交出来手机 卢方志也一样 左手抱着那女的 右手抡起来了钢管 那女的一看 男的都怂了 他也害怕呀 也被拖到了那个墙根底下 逼迫他交出了随身贷的 五六十块钱的现金 王永杰和卢方志 这屡屡得手啊 所以他们抢劫作案 已经到了疯狂的程度了 见到适合抢劫的对象 那他们是绝不放过啊 要说哪天出门 见着一个可以抢劫的没抢着 那就算丢了钱了 咱们刚才说的案子还真算好的 这受害人呢 没有受到太大的人身伤害 据卢方志交代 每回抢劫之前呢 王永杰 大多数啊 都用刀子或者钢管 把受害人捅伤或者打伤 对受害人造成生命威胁之后 在实施抢劫 我就把你打的或者砍的 你动不了了 我想怎么抢就怎么抢 2002年12月的一天凌晨两点左右 王永杰和卢方志等三个人呢 就来到了石油大学西门往南一百米左右的一栋平房附近 大家都知道啊 中国石油大学这是石油专业里边最好的大学了 中国石油大学呢 北京一个校区 青岛一个校区 北京那个呢 就叫中国石油大学括号北京 山东这个呢 就叫中国石油大学括号华东 那么华东校区又分为了几个分校区 青岛有 东营呢 也有 咱们再说回王永杰和卢方志来 他们呢 到了这栋平房附近的时候 听见里面呢 有人打麻将 王永杰一听 咱们今天呢 就抢这了 因为怕里边人多 不好抢 打麻将嘛 是吧 你最少得四个人呢 万一再有一两个看热闹的呢 这三个人呢 就又回了东赵村出租房 接上了王永杰的四个同伙 这七个坏蛋可都带着家伙事呢 王永杰和卢方志 每个人提了一把大砍刀 到了平房之后 王永杰一脚就把门给踹开了 屋子里边呢 一共四男一女正在打麻将呢 王永杰进屋 也没说干嘛 照着四个男的 一人砍了一刀 卢方志一看 有一个穿黄色大衣的 想反抗 卢方志也抡起砍刀 砍了一刀 王永杰砍人砍的有多狠 这么说吧 那把砍刀活生生的就给砍断了 砍刀没了 没关系啊 王永杰身上还带着尖刀呢 抽出这尖刀来 照着这四个男士 每个人又捅了一刀 被砍的这几个人呢 头上的血哗哗的 可就流到地上了 这时候 王永杰才说正事 他呢 一跨腿就站到了桌子上 就跟电影电视剧里边的那种黑社会劫匪一样啊 就在那嚷嚷着都把钱和手机放车子上 这几个人都吓懵了 哦 抢钱的 抢手机的 一进来二话不说 先砍人呢 在他们的这种暴力威胁之下 屋子里边四男一女被彻底镇住了 老老实实的把钱和手机就放到了桌上 抢劫得手之后 王永杰又把这平房的门给反锁上 他也怕这几个人出来报警 再找帮手把他们给截那 这王永杰别看年纪小 做起坏事来 头脑还是很冷静的 把这房门反锁之后 这七个人一块逃离了现场 这一次啊 他们抢到了两部手机 三百多元现金 以及一台影碟机啊 就过去那VCD 现在你想找都找不着了 到了2002年12月26号 晚上八点半左右 王永杰和卢芳志啊 早就已经踩好点了 他们呢 从东兆村出来 在中心路口租了一辆红色下立出租车 沿着北一路往东就过去了 走到了北一路和西一路的交叉口那 俩人下了车又往北啊 走了那么二百米左右 在路西的一片草丛里可就躲起来了 晚上九点半左右 咱们之前说过的张忠华 从单位啊 骑着自行车 沿着西一路 从南往北走着呢 一边骑自行车啊 一边用手机在那打着电话 就在这时候 王永杰和卢芳志可算是逮着目标了 从草丛里边蹭蹭一下 可就扑上去了 卢芳志用手这么一拉 把张忠华和自行车就摔倒在了路边上 王永杰和卢芳志呢 接着就掏出了刀子 就威胁张忠华 把手机拿出来 张忠华呢 趁机啊 就站起来了 张忠华力气也大 把这王永杰就推倒在地上了 卢芳志一看见王永杰被推倒了 赶紧从后边就抱住了张忠华 两个人呢 一块把张忠华就拖到了路东边的草丛里 把他摁倒在地上 随后就开始抢夺张忠华手里的手机 张忠华是玩了命的反抗 王永杰他们俩呀 多了很长时间 愣是没夺过来 这时候王永杰就气急败坏了 拿出来刀子 可就捅张忠华的大腿 卢芳志呢 也用刀子捅张忠华的臀部 张忠华这时候啊 还没打算妥协呢 玩了命的 喊了两声救命 但是这是荒郊野外啊 根本没有人听见 张忠华的手机 还是被卢芳志给夺过去了 王永杰就开始在张忠华身上翻衣兜 在上衣的衣兜里呢 翻出来一个黑色的皮钱包 钱包里呢 有三百多块钱现金 一张银行卡 还有张忠华和爱人的两张身份证 王永杰就问张忠华银行卡密码是多少 张忠华说了一个 王永杰说不对 然后就在张忠华背上捅一刀 张忠华连续说了几个 王永杰呀都说不对 每说一个就捅一刀 后来王永杰又逼张忠华说出密码 张忠华就说是440440 王永杰又问他 你这卡上存多少钱呢 张忠华说存了十万 我就是不告诉你密码 嘿 王永杰这时候丧心病狂了 用脚啊就踢张忠华的头和肚子 王永杰后来发现不对 张忠华嘴里在那喘着粗气 这一看就是要出大事了 可能活不了了 就叫上卢方志赶紧跑 卢方志骑上张忠华的自行车 带着王永杰 顺着这西一路往北可就逃窜了 走到了西一路北头的时候 把自行车就扔在了路边 又打了一辆出租车 去了东营市济南路 北京影楼附近的农业银行ATM机取款 可是没取出来 他们发现呢 那张卡不是银行的取款卡 就把这卡呢折断之后给扔了 然后啊又搭出租车返回了东兆村 他们的出租屋里 在短短六个月的时间里 王永杰卢方志先后在胜利油田和东营市范围之内 作案24起 抢劫手机摩托车自行车 存折传呼机银行信用卡 现金等财务总价值五万多元 其中现金七千多元 一些无辜的老百姓遭到他们的抢劫之后 被他们捅成重伤 长期不能康复 有的甚至留下了终身的残疾 连连得手的王永杰和卢方志呢 抢了钱了就开始疯狂的挥霍 他们呢去舞厅里边啊 去包小姐 出入高档饭店 出入高档的娱乐服务场所 他们呢已经开始习惯了这种纸醉金迷的生活 最终山东省东营市中级人民法院 召开了公判大会 以抢劫罪判处王永杰死刑 卢方志死刑 缓期两年执行 公开审判大会宣判之后 王永杰被押赴刑场 执行了注射死刑 2009年底 家住在浙江省台州市三门县六敖镇上街村的邵家 最小的女儿邵惠玲已经很长时间没有阴系 渐渐的就引起了家人的担心 邵家一共有五个女儿 被大家称为五朵金花 而最小的女儿邵惠玲最有出息 曾经是三门县的团县委书记 后来在省老干部局工作 被乡亲们看作是村里边飞出去的金凤花 最先判断妩媚失踪的 是和她关系最亲密的四姐邵素成 此前他们常有着电话联系 邵惠玲只要有什么新事 包括心里的秘密 也只有她一个人知道 像这样长久的没有消息 那还是第一次 要细算起来 大概从十月中旬开始 就没有在电话里面听到过她的声音 邵素成把电话打过去 对方就是不接 或者是索性关机 给邵惠玲发短信 偶尔能有个回复 但是都是一些应付的话 就比如姐姐我在外面散心 过几天就回去了 或者说姐姐我在外地游玩呢 不要担心 等等这样的话 这里面肯定有蹊跷 邵素成就决心去妹妹的单位里去找人 非得要把这情况问清楚不可 邵素成来到了浙江省老干部局 却被告知 她妹妹早已经在2009年10月份辞职了 对方还说辞职前的状况有些异常 平常很少迟到的她经常是不来上班 好像是有什么事情 妹妹心里的事情 邵素成非常的清楚 当然就是与欧海区委书记谢在兴的事 妹妹曾经不止一次的提到过谢在兴 因为他们俩已经是相好了多年 2010年3月24日 邵素成找到了谢在兴 当面就问她妹妹的下落 谢在兴却说自己也是不知情 如果再问 态度就变得更加的冷漠 还厌烦的说 别再问我了 不行你就去报案 一种不祥的预感 就在邵素成的心里渐渐的生气 妹妹已经出了事 而且肯定和谢在兴有关 在邵家人中 只有邵素成清楚 妹妹和谢在兴之间的关系 这个谢在兴 1962年出生 是浙江省台州市临海县人 中央党校研究生学历 先后的担任过台州市天台县 县委常委组织部长 三门县委副书记 代县长县长 2006年调任温州市 欧海区委书记 和谢在兴相比 出生在1977年的邵惠灵 小了他整整15岁 大学毕业以后 年轻的邵惠灵 有过在乡镇锻炼的履历 后来担任了三门县团委副书记 2002年 邵惠灵到浙江省团委 挂之全一部部长助理以后 升任三门县团委书记 两个人的履历显示 在2006年前 谢在兴和邵惠灵都在三门县工作 有着较长的交集时间 一个是年轻有魄力的县长 一个是情斗初开的团县委书记 据知情人士讲 两个人在上下级的工作关系中 擦出了火花 逐渐的发展为情人的关系 根据三门县一个政协委员的回忆 在三门期间 谢在兴对邵惠灵跟得很紧 谢县长到哪儿都喜欢带着这位年轻的团委书记 甚至在一些私下的酒居饭桌上 谢在兴更是不避讳 邵惠灵通常是紧挨着谢在兴如坐 即便是离开了三门 两个人也走了个前后脚 2006年6月 谢在兴异地交流 任温州欧海区委书记 而邵惠灵在谢在兴的运作下 也离开了三门 掉进了浙江省老干部局 从2010年年初开始 邵素成便向有关的部门 反映过妹妹失踪以及谢在兴的问题 但是因为缺乏证据 有关部门并没有立案 3月26日 邵素成前往公安机关报案 经过人介绍 又找到了温州某公安局的副局长 诉说了这件事情 要求公安机关介入调查 他说谢在兴肯定是参与了这件事 要求一并的调查 当时那个副局长对邵素成说 这件事确实有点蹊跷 但是谢在兴是区委书记 是省管干部 公安机关不便 轻易插手 按照管理权限 属于省纪委管 如果省纪委决定立案调查 那就好办了 于是邵素成就恳请这位副局长帮忙 这位副局长想了想说 我倒是有个朋友现在调到了省纪委 负责案件的调查工作 我马上替你反应反应 省纪委的同志在电话里听了反应之后 凭着职业的敏感觉得这件事非同小可 认为谢在兴作案的可能性非常的大 于是他决定立即的向省纪委领导汇报 省纪委领导听了汇报以后 立即的决定会同公安机关对谢在兴问题进行调查 经过调查发现 邵惠灵使用的手机确实正在全国各地的不断的漫游 但是最后居然发现他出现在温州一个具体的地点 掌握的情况已经足矣 2010年3月28日 省纪委决定对谢在兴进行双规调查 当天省纪委的办案人员得知到 谢在兴就在杭州的那一个具体的地点 于是就立即的采取了行动 谢在兴听说 省纪委来找他 知道形势不妙 大势已去 见面以后扭身就跑 一直就跑到了窗户边 拼命的往外爬 妄图要跳楼自尽 来办案的人员当中 有两位是年轻力壮的 行动迅速 把谢在兴从窗户外面 强拉硬扯的扯了回来 在拉扯当中 有一名办案的人员手指还被扭伤 但是没有什么大碍 双规以后的谢在兴 很快的向省纪委交代了犯罪事实 谢在兴是在2000年后 在三门县任职的时候 和时任三门县团委副书记的 邵惠玲结实 在这之后 谢在兴他们俩就逐渐的发展为 不正当的男女关系 2006年 调任温州市欧海区区委书记以后 两个人的关系开始逐渐的恶化 2009年11月15日上午 谢在兴在杭州市西湖区市济新城 邵惠玲的居室中和邵惠玲发生了口角 谢在兴猛掐邵惠玲的颈部 致其死亡 为了回尸灭迹 谢在兴在室内 又用菜刀把邵惠玲的尸体分解 装入到编织袋中 并且在当天晚上 把肢解以后的尸体 抛入到温州煤带大桥下的欧江之中 3月29日上午 温州纪委工作人员 对谢在兴的办公室 和他在欧海宾馆的临时住所 进行了封查 3月30日 省纪委决定把这起案件 移送到杭州市公安局立案侦查 同日浙江省公安厅 对谢在兴采取了强制措施 4月5日 杭州市人民检察院 以涉嫌故意杀人罪 依法批准逮捕谢在兴 咱们再说下受害人邵惠玲 在一群中老年干部当中 年轻的邵惠玲显得有些耀眼 浙江省老干部局相关的人员回忆到 邵惠玲进到局里以后 起初是开着一部三十多万元的迷你小宝马 后来就直接换了一辆大宝马 邵惠玲调到省老干部局以后 谢在兴时常是奔波四百多公里 来到省城杭州过双休日 为了两个人能够长相厮守 这堂堂的区委书记是不惜亭而走险 邵惠玲原来在三门县担任团县委书记 后来在谢在兴的活动下 为了便与两个人相会 抛开熟人的视野 也便与两个人今后的前途发展 邵惠玲就改名为邵宋桥 被调到了省城杭州工作 担任欧海区委书记的谢在兴 更是利用手中的职权谋取私利 给自己的情人任命职务 2009年4月7日 欧海区政府引发了一则任免通知 决定邵宋桥同志任温州市 欧海区人民政府办公室副主任 温州市欧海区人民政府 驻杭州办事处副主任 该同志系浙江省委老干部局 挂职干部 干部的任免 其实有着严格的程序和规定 但有趣的是 欧海区有关部门 在没有接到上级组织部门 任何通知的情况下 仅凭着一份所谓的 省委老干部局 关于邵宋桥挂职的传人文件 就任命了素未谋面的邵宋桥 为办公室副主任 兼杭州办事处副主任 谢在兴案发以后 有关的部门查实 邵宋桥和邵惠玲同为一个人 邵宋桥为身份证用名 邵惠玲是曾用名 欧海区一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工作人员 省委老干部局的这份传真文件 是谢书记批转过来的 谢书记当时再三的强调 任命邵宋桥是省里面的要求 必须得办好 照此运作 在谢在兴的精心安排之下 邵惠玲不但可以领着双份的工资 凡是谢在兴到杭州办事 身为办事处副主任的邵惠玲 还可以光明正大的陪同 邵惠玲一直未婚 在邵惠玲的邻居和儿时的一个玩伴的眼中 年轻时的邵惠玲 是一个很好的女孩 很开朗 很素养 但也不知道什么原因 这么多年来一直是没有嫁人 她的家人也为此很着急 关于谢在兴邵惠玲之间的感情纠葛的细节 温州流传着几个版本 有知情人士说 根据谢在兴说 自己实在是被这个女人逼的是没有退路了 而欧海官场却传说是谢在兴另有新欢 谢在兴在任欧海区位书记期间有了新欢 这引起了邵惠玲的怀疑和嫉妒 于是两个人才产生了矛盾 谢在兴才起了杀心 作案以后 谢在兴凭借着超凡的心理素质回到了温州 继续当着欧海区位书记 并且开始部署后路 谢在兴安排专人拿着邵惠玲的手机 在全国各地的卖游 给邵家人制造一种妹妹在全国各地游玩的假象 同时继续以邵惠玲的名义缴纳按揭贷款 派人以邵惠玲的名义分两次的给邵家的人送去了50万元钱 当谢在兴在邵惠玲的包里发现了一封辞职报告以后 就如获至宝的把这个报告复印了一份 交到了邵惠玲的所在单位 并且通过短信的形式替邵惠玲辞了职 这就是为什么当邵肃成找到了省委老干部局的时候 对方回答说邵惠玲已经辞职的原因 另一方面谢在兴以其在温州的房产作为抵押 秘密的从银行贷款谋划着出国的这条路 他还给区机关的干部们放风说要调整干部 找了很多的中层干部谈话 暗示他们你们给多少钱 我就考虑帮助安排某些职位 这就是典型的卖官欲绝 种种的迹象表明 谢在兴希望筹集更多的金钱 为将来的海外生活做出准备 在谢在兴的指示下 当年的三月中旬 欧海区政府给温州市外事办部门 打了一份应公出国考察的报告 称由谢在兴担任考察团团长 你组团在4月5日前往南非 埃及阿联酋等国家进行公务考察 考察是由为欧海正处于大建设 大发展时期需要去国外 汲取城市开发经验 报告上缴以后 欧海区政府多次的催促 希望能够尽快的批复 温州市外事部门进行的认真的审查 发现在报告中的考察内容非常的虚 欠缺实质性的考察内容 拒批退回 并且要求补充具体详实的考察内容 但是欧海区政府并没有补充任何的材料 一直到案发 案发以后 温州市委领导就感慨说 幸好有关部门卡得紧 否则负面影响那就更大了 如果谢再兴出了国门 他就可能成为第二个杨湘红 在2008年10月 鹿城区原区委书记杨湘红 带队前往西欧公务考察 然后滞留不归 在谢再兴酿出国大计的同时 邵惠玲的四姐邵素成 也加大了告状的力度 这个坚强的女人 一面向公安机关报案 一面向浙江省纪委 不停的反映相关的情况 坚称妹妹已经被谢再兴给害了 公安机关立案以后 通过缜密的侦查 警方很快的找到了相关的线索 抓捕谢再兴前的保密工作 做的是逆不投风 3月27日 谢再兴回到台州市 临海县城的老家 为儿子考上公务员 白酒庆贺 这一天 他还以清明节 因公务不能回家扫墓为由 提前记住 3月28日 谢再兴就被浙江省纪委的 工作人员给带走 根据谢再兴交代 他和邵惠灵交往的这七八年的时间里 彼此相处的是很融洽 从来也没有发生过争吵 邵惠灵偶尔也会使些小性子 但是谢再兴只要是稍微哄一哄 抱一抱 他也就不会再计较什么了 邵再兴对邵惠灵的评价很高 他认为邵惠灵为人大气 而且非常的聪明 最难得的是他善解人意 谢再兴也曾经为了邵惠灵 和妻子提出过离婚 但是因为妻子有抑郁症 又曾经患过乳腺癌 当时正处于恢复期 邵惠灵就主动的劝邵再兴 先不要着急离婚 等你妻子情况有些好转的时候再说 在谢再兴的原理 邵惠灵是一个非常有个性的人 偶尔会试探自己对他的情谊 在邵惠灵心情不好的时候 也会提出来与谢再兴分手 但是过后还是会和谢再兴继续交往 2009年11月15日上午 在杭州市西湖区 世纪新城九状二单元邵惠灵的住处 双方发生了争执 由于在出事的前一段时间 邵惠灵曾经参加了双推双考 竞聘某单位的副处级职位 不料在这个期间 居然有人以谢再兴老婆的名义 投诉说邵惠灵的生活有作风问题 导致他竞争失败 邵惠灵就非常的生气 一直的有情绪 这次发生生殖以后 邵惠灵再次提出与谢再兴分手 并且以自己要交男朋友为名 把谢再兴的衣物整理了出来 当谢再兴把东西拎到了门口 想要离开的时候 当时邵惠灵的情绪非常的激动 拉着谢再兴的手 非得要他说个清楚 谢再兴在一甩手的时候 不小心就伤了谢惠灵的下巴 谢再兴觉得自己也是手中了 于是就上前去抱他 谢再兴说 当时他并没有主观杀人的意念 因为靠门边 怕外面听见吵架 谢再兴就把邵惠灵拉回到卧室 邵惠灵就开始更加的发脾气 并且拉高了声音 因为当时的房间窗户都是开着的 谢再兴怕邻居听到 就把邵惠灵往床上一推 没想到邵惠灵的声音越发的尖锐 谢再兴就骑在了邵惠灵的身上 用被子裹压邵惠灵的身体 并且还有捂住他嘴巴 掐脖子的行为 最终邵惠灵安静了下来 邵再兴以为邵惠灵投降了 于是就放开了他 去把窗户关好回头又跟邵惠灵说 你别装了 他见到邵惠灵还是没有出声 谢再兴发现不对 于是就采取了一些抢救的行为 但是邵惠灵早已经是气绝身亡 面对着死亡对质 谢再兴的交代是否有着虚构成分 是否为了减轻自己的罪责 把故意杀人说成了尸首杀人 那就很难说了 谢再兴承认自己碎尸的目的是为了毁尸灭迹 谢再兴交代 当时他也曾准备要把邵惠灵背去医院 但是考虑到如果要是去了医院 人还是会死掉 这样也会对自己造成不利的影响 于是就打消了这个念头 为了毁尸灭迹 谢再兴找了一把菜刀 在卫生间里面把邵惠灵的尸体肢解了四部分 然后又外出买了四条编织袋 把尸块分别的装入到袋中 谢再兴就把包装好的尸块 以及邵惠灵随身的物品等先后搬入到轿车内 开车返回到温州 在途中 谢再兴想要将尸块沉入到水中 于是他就打电话给他弟弟以及司机等人 准备好钢板 签丝 绳索等尘尸的工具 谢再兴在获取了工具之后 又对已经包装好的尸块袋子 外面又固定了钢板 套上了蛇皮袋 用绳索进行了再包裹 并且在当天晚上把尸块全部都抛入到高速公路 温州段 梅带大桥下面的欧江内 随后开车返回到温州 为了寻找受害人的尸体 省市区的公安机关派出了大量的警力 花了很长的时间 在谢再兴所交代的海域进行捞尸 谢再兴所交代的抛尸地点 是位于金利温高速公路 温州段梅带大桥下的欧江内 因为此地是位于欧江的下游 江水与大海连接 尸体抛到这个地方 很可能已经受海水的冲击而流向了大海 警方经过了多日的搜寻 都没有能搜索到尸体 后来又经过谢再兴反复的指认 搜寻人员通过再三的努力 最后在梅带大桥一处桥墩的旁边的寒洞里面 找到了受害人邵惠林的部分尸体 这个寒洞是当初建设大桥的时候留下的 洞很深 搜寻人员也未曾料想到 尸体会不偏不倚的落在这个地方 当初谢再兴把邵惠林的尸体 分成了四部分抛下 但是抛入寒洞内的只有三部分 双手下肢以及腰身 头颅可能抛到洞外被海水冲走了 经过家属的确认 受害人确系是邵惠林 2010年5月24日 杭州市公安局侦查终结 以被告人谢再兴涉嫌故意杀人罪 移送杭州市人民检察院审查起诉 7月27日上午 谢再兴杀害情妇案 在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第四法庭开庭 由于法庭只能容纳32人 法院就只允许三家媒体的记者进入法庭 全城旁听 其他30多家媒体的记者和相关工作人员 则在中院发布厅 通过数字法庭同步观看庭审 庭审中 谢再兴对自己的杀人分尸行为 供认不讳 并且表示非常后悔 他说 我是一名双手沾满鲜血的柜子手 我愿意接受法律的处罚 在庞庭席 被害人邵慧玲的九名亲属坐在法庭左边 谢再兴的三名亲属坐在庞庭席的右边 中间是由官员 媒体记者和谢再兴的同事等人给隔开 9点20分左右 杭州市人民检察院副检察长 郭志平 公诉一处的处长王玉简和检察官毛建忠 三名公诉人分别抱着厚厚的六本卷宗 走进了法庭 作为谢再兴的辩护人 浙江省六合律师事务所的律师田伟 一个人坐在辩护人席上 9点30分 法官啪的一声敲响了法锤 一场持续四个小时的庭审 就此拉开了序幕 戴着手铐脚镣的谢再兴 被带进了法庭 光头 黑边眼镜 黑裤子 白底蓝格衬衫 外面套着一件印有 杭州市看守所 075字样的浅蓝色马甲 这与昔日那个意气风发的 区位书记相比 眼下的谢再兴 显得苍老了许多 他一步步的从门口挪到了被告人席上 双目无神的看着天花板 双手不住的握拳又松开 审判长开始发问 被捕前从事的职业 谢再兴回答说 台州石砖的老师 审判长提醒他说 我是问你被捕前从事的职业 谢再兴沉默了十几秒以后 用低的不能再低的声音吞吞吐吐的说出 欧海区委书记 公诉人员读起诉书的时候 谢再兴一直将直的站在被告人席上 当公诉人念叨 谢再兴采用无嘴恶劲等方式 至被害人邵宋桥死亡时 谢再兴的右手不由自主的抽动了几下 谢再兴的辩护律师田伟 为谢再兴的量刑提出了罪清辩护 他认为本案分杀人分尸 抛尸两个阶段 在杀人过程中 认定事实的主要证据是 谢再兴本人的口供 缺乏其他证据加以有效验证 而谢再兴的口供 也在不断变化中 相关证据还不能达到 唯一性标准不符合规定 请求法院予以从情处罚 律师还指出 在纪委对妻实施双规以后 谢再兴就交代了犯罪的事实 此时还没有进入司法程序 符合自首情节 谢再兴认罪态度一直较好 要求积极赔偿 已经得到被害人家属的书面谅解 所以请求法院从情处罚 这位曾经是浙江省重点培养的年轻干部 本来有着美好的前途 如今却成为了残忍的凶手 被押上法庭 让人唏嘘不已 2006年7月下旬 作为浙江省委签订的19名干部之一 跨市交流 担任区党正职 60后的谢再兴 由台州市三门县县长调任温州市欧海区委书记 据说 在谢再兴父亲去世以后 谢再兴指使身边的工作人员悄悄的把消息传开 结果欧海区机关和乡镇的头头脑脑们分别的赶往台州临海 前往吊咽的车子排成了长队 声势颇为浩大 而谢再兴也借机收取了巨额的礼金 此事后来被举报 温州市纪委也派人进行了调查 谢再兴以临海的风俗 说如果要做白喜事不收礼金 那会不吉利为由进行过辩解 但是迫于压力 谢再兴最后不得不退还了部分的礼金 谢再兴当时收受礼金多达几十万元 实际上是很严重的危机 但最终查处的结果还是不彻底 温州市委机关的一名官员感慨道 谢再兴当时收受礼金多达几十万元 实际上是很严重的危机 但最终查处的结果还是不彻底 如果当时撤了谢再兴的职 也许对谢再兴是一种挽救 也就不会出现后来如此严重的刑事犯罪了 谢再兴最早是浙江某师范院校的一名老师 人很随和 从政以后起了变化 就比如他对衣着和自己的形象很讲究 我听到下面对他有男女作风问题的反应以后 曾经还善意的提醒过他 他呢却一笑了之 而泰州一名和谢再兴比较熟悉的作家 在他的曾经的谢再兴 一位谦和热情的好老师的博文中说 谢老师离开学校到组织部以后 成了泰州官场炙熟可热的人物 再后来说到谢老师大家都会扯上那位比他小15岁的三门县原团委书记 邵慧玲 那一年三门有一个活动 邀我去当评委 邵慧玲也在 邵慧玲的气质一般 但是皮肤白皙 跟头发已经显得稀疏的谢老师相比 显得十分的年轻 谢老师这些年始终是没有办法跟妻子步调一致 想离婚还离不得 导致情感的沉沦 他把感情寄托在了另一个女人的身上 奈何这个女人的野心太大 要的太多 要了钱 要了权 还要名分 把谢老师逼向了不归路 最终也误了轻轻性命 这个作家认为 谢在兴之所以有如此的下场 是因为谢老师这一生遇到了两个错的女人 无独有偶 邵慧玲的一位校友认为 正是邵慧玲和谢在兴一场错误的相识 所以导致了邵慧玲的悲剧 这位校友说 闭上眼是你年轻少时轻松的脸庞 可如今却不知你魂归何方 你这般冰雪聪明 却在错误的时间碰见错误的人 当然谢在兴的变化并不是突然的 随着地位的升迁 他的胆子是越来越大 这和他包养情妇 直到肢解情妇尸体的行为 不能说是没有关联 2010年8月3日 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对谢在兴涉嫌杀害情人案 做出了一审判决 谢在兴被判处死刑 谢谢大家